现在讲的是关于移动端的一些JS的一些事件 然后的话制作移动端的JS的库 以及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一个这个Budgeshub框架 大概是说这么多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移动端的一些事件 移动端的话说的就是我们什么平板或者手机 是吧平板或者手机 那么平板电脑和手机呢 它的操作的场景跟我们的这个PC端是不一样的 是吧我们PC端就是用的什么 用的什么用的这个鼠标吧 是吧用的鼠标来操作了 我们PC端用的鼠标来操作 所以说鼠标有鼠标的世界 那么的话我们的比如说平板和什么手机的话 我们是用什么用手指来操作了吧 手指操作的话跟我们的这个什么鼠标操作 还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吧有些地方不一样的 那么的话我们手指操作的话 实际上有手指的特殊的事件 那么手指操作的事件有哪些呢 那么有大概有这四个是吧 有这四个事件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哪四个事件呢 一个是什么 Touch Star 我们说的这几个事件都属于什么 Touch事件 就是鼠标接触我们这个屏幕 是吧 属于Touch事件 那么还有哪几个呢 就是什么Touch Star Touch Star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鼠标 不是手指啊 手指接触到屏幕的时候 就发生这个Touch Star的事件 Touch Star事件 然后还有一个Touch Moon 我们手指在这个屏幕上滑动的时候 是吧 移动的时候怎么样 就产生这个Touch Moon 移动啊 我没说抬起来的 移动的时候啊 产生Touch Moon 然后手指离开这个屏幕的时候 怎么样 就产生什么 这个Touch End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系统取消Touch事件的时候触发啊 那么这个是比较少用什么Touch Cancel 这个比较少用啊 系统取消这个Touch事件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这几个Touch事件的话 一般是我们一般是不单独把它拿来用啊 一般是把它封装一下 用键要是封装一下 为什么要封装呢 比如说我们操作手机的时候 是吧 操作手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手指点击这个手机 是吧 点击这个手机的时候 实际上发生了两个事件 一个是Touch Star和Touch End的吧 是发生了两个事件的 点一下这个手机屏幕是吧 点一下手机屏幕 是发生了两个事件的 一个Touch Star 一个Touch End的吧 是吧 发生过两个事件啊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操作还有最多的是什么 滑这个滑动这个手机屏幕吧 滑动手机屏幕是吧 先把手指放到屏幕上滑动 然后再离开是吧 那么这个滑动的话 实际上是经历了几个事件的 经历了这三个事件吧 先是Touch Star 先是手指接收到屏幕 然后手指会在屏幕上 移动一段距离是吧 然后手指再离开屏幕吧 是发生了这三个事件的 是吧 发生了这三个事件啊 那么这三个事件的话 我们如果自己来封装这个滑动的这个事件就比较麻烦 我们要判断什么呢 先要什么呢 手指还有上滑下滑左滑和右滑吧 是吧 你要判断其实点和结束点的位置 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你向上滑还是向上滚动 是吧 向下滑向下滚动吧 是吧 这是不是很麻烦呢 你要先要获得初始点的位置 然后获得什么 这个什么 手指离开的位置 然后判断这两个位置是上下关系呢 还是还是什么左右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才能判断它的这个事件啊 所以说手机端的这个移动的事件是比较复杂的啊 比较复杂之后呢 我们一般是用现成的这个JS库来帮我们做一些效果啊 确实效果 如果自己去封招这些东西的话就很麻烦啊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关于这几个事件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了解一下这几个事件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移动端的一些JS的库啊 JS库 那么移动端有什么JS库呢 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ZibTor啊 这个JS库啊 ZibTor这个JS库的话 我们现在说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重新学一下这个ZibTor吗 是吧 那么这样学的话什么呢 就是要又要花很长时间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但是这个ZibTor的这个JS库怎么样呢 它怎么样 它比较厚道啊 它与JCORRY有类似的API 什么意思呢 这个JCORRY 这个ZibTor的库怎么样呢 它的用法和JCORRY是一样的 它和JCORRY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会JCORRY就会这个库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不用另外学了吧 是吧 那么这个ZibTor这个库的话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JS库呢 是因为它什么呢 它是针对什么呢 它是针对现代浏览器的啊 针对高级浏览器啊 那么它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精简版的JCORRY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手机是比较慢的 是吧 所以比较慢之后 我们把JCORRY放在手机上运行的话 就感觉这个JCORRY这个库太大了 明白没有 一百多K吧 是吧 大概是一百多K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JCORRY的话 呃 JCORRY是吧 啊 九十多K是吧 九十多K的话 相当于原来的这个手机的话 相当于什么样呢 相当于是太大 太大之后的话 然后的话就 那么的话 这个 那些程序员 是吧 那么就创建了一个什么 Zipto的JS的这个库啊 这个库的话什么呢 是比这个JCORRY更小啊 比JCORRY更小 然后它的用法和JCORRY一样啊 那么这个JS的话 今天也发给大家了 那么在这个 呃 在这个里面啊 有一个Zipto啊 这个里面 这个Zipto啊 Zipto的话那么 那么这里啊 这个Zipto mean啊 点JS 那么它只有三十一K吧 是吧 三十一K啊 它比JCORRY要小啊 JCORRY要小 好 这是关于这个Zipto啊 那么的话 用法实际上是和什么 JCORRY是一样用啊 JCORRY一样用啊 然后的话 这个Zipto的话 它里面还封装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移动端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移动端的一些事件 是吧 移动端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几个事件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事件 它就把它封装成了一个 比如说滑动的一些事件 它封装好了啊 好 这个Zipto的话 那么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刚刚怎么样 刚刚我们这个CORRY浏览器升级之后 结果怎么样 就不支持它的一些事件了啊 不支持它的一些事件了啊 所以说它有一些东西就用不了了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要说这个Zipto这个建议室呢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项目是用它做的啊 有些项目是用Zipto建议室做的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开发中碰到这个JS库的话 大家就不用什么呢 不用觉得奇怪了 因为它跟JCORRY一样用啊 跟JCORRY一样用 只是它里面有些事件的话 有些封装的独立的事件什么 这个Chrome浪览器已经不支持了啊 这样一个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Zipto是吧 Zipto的话 那么怎么用呢 我们来大概来用一下它啊 大概来用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Zipto吧 然后我们来新建一个啊 比如说这是农民室啊 这个是Zipto 这是测试吧 好 这个Zipto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放进来是吧 跟JCORRY一样 比如说 Scriv然后 SRC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Zipto是吧 Zipto命啊 好 然后引进来之后 你就把它当JCORRY用就行了 好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警号DLV1是吧 好 这样一个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DLV啊 这是一个DLV元素是吧 好 放完之后 然后我们怎么用呢 是吧 直接写它的GLS是吧 好 然后的话 比如说我要先写一个Ready吧 是吧 先写一个Ready 才能获取它吧 是吧 获取它啊 比如说是Dollar什么呢 Function吧 这个一样用是吧 Function啊 然后比如说 弹出它的这个里面的文字的内容 是吧 比如说是 Alt一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Dollar Dollar是吧 Dollar这个警号吧 警号这个DLV1吧 DLV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HTML是吧 好 我用的这些方法都是什么 JCORRY的方法吧 那么它只能都一样用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不行 是吧 好 完了之后 然后跑一下它 啊 这个弹出来了吧 是不是一样用啊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你就当做它什么呢 把它当JCORRY用就行了 当JCORRY用 好 这是关于JCORRY用的 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用法啊 现在的话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这个 这个JCORRY用的不多了 就是JCORRY用的不多了 是吧 手机的硬件数越来越快了 是吧 手机的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了 手机的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手机的项目是怎么样 直接用JCORRY 我们直接用JCORRY了 就不用这个ZIPTLE了啊 这个ZIPTLE的话是以前用的 以前会用这个ZIPTLE 现在的话是怎么样呢 我们基本上就用直接用JCORRY了 就不用ZIPTLE了啊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ZIPTLE的话 大家作为一个了解吧 作为一个了解啊 好 这是关于ZIPTLE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介绍啊 大家了解有这么一个固啊 如果人家说到这个ZIPTLE的话 你就说它是一个精简版的啊 就是一个精简版的JCORRY 是吧 我们把这个JCORRY了 把它当JCORRY用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ZIPTLE.js的一个情况啊 ZIPTLE.js的一个情况啊 好 大家的话 把它当JCORRY用就行了 可以了 好 好 大概说这么多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了一个很有名的JCORRY 就是指的这个Swift.js 这个JCORRY啊 这个JCORRY的话就是什么呢 它里面封章好了很多一些什么 一些什么特效和方法啊 就是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那些 比如说这几个事件 这几个事件封章好的 比如说滑动的一些东西啊 它已经封章得很好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WIPTLE.js啊 那么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2.0的 一个是3.0的是吧 好 我们 我们现在看这个3.0啊 3.0的话什么呢 就是在一般是用在什么呢 移动端是吧 它是放弃了地板本的支持是吧 那么用在移动端啊 那么这个SWIPTLE.js的话 特别是做我们的这个焦点图的一些效果的话 是特别好用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SWIPTLE.js这个 看一下啊 好 这个SWIPTLE.js它的网站啊 那么的话它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些很多效果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基础演示啊 基础演示里面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效果啊 它可以做很多效果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滑动的效果是吧 这滑动的效果啊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 这个滑动效果啊 比如说这里面是吧 这是整平滚动的效果吧 是吧 整平滚动的效果啊 它里面很多效果都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昨天做的那个幻灯片是吧 它也可以做是吧 而且它还带了四大滚动 看到没有是吧 它这些效果它都可以做啊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效果没出来啊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个什么 这是3D翻转吧 看到没有 是吧 3D翻转的效果是吧 好 好 比如说这里啊 这些效果都可以做是吧 它这个关键是它这个什么 这个库已经比较成熟了啊 比较成熟了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库很多人用啊 一个库很多人用的话 那么会促使这个库越来越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相当于是在做测试 是不是啊 碰到什么问题之后 别人可以发现你的问题 然后给你上报 你可以改过来 是吧 一个库如果很少人用的话 那么这个库的话可能就是 它里面有些bug 你不知道 是吧 那么你用的时候才会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一个建议是库 或者是一个框架要成熟了 必须有人用它 它才会变得成熟 没人用到它是什么样呢 它就什么 就销身力气了 是吧 就慢慢的没人用了啊 这个建议是库 就是用的人比较多啊 所以说它就什么 做得很成熟啊 所以说它放到项目里面来画 我们在项目里面用这个建议库的话 相当于是比较安全的 是吧 很多人用的库在项目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建议的库 好 比如说如果说我想知道它里面怎么怎么什么 它里面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是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 在新窗口打开 是吧 然后我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什么呢 它里面怎么怎么用的是吧 它里面有什么呢 查看原代码是吧 查看原代码的话 那么就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啊 它是怎么写的就会用它了啊 它怎么写的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GS把它引进来是吧 把这个GS引进来 引进来之后 然后写上这么一段是吧 然后它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是不这样的啊 实现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这是它初步的一个认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Swipe.js 用一下它啊 怎么用呢 首先的话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它下下来吧 是吧 把这个GS库把它下下来啊 下载这个GS啊 下下来之后 那么今天我已经下好了啊 下好了 然后也发给大家 在这个这个里面啊 这里面有个GS Swipe这个什么呢 这个Swipe.js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Swipe.jcory.js 好 那么这个我说一下啊 这个说一下有什么这个区别 好 这里面也说到啊 它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如果你的什么页面上引了jcory是吧 就是如果页面上如果引了jcory的话啊 这样子啊 这里有没有说啊 如果页面引用了jcory或者Zipto Zipto就相当于小型的jcory是吧 如果页面引了这个的话 你就用这个 用Swipe.jcory.min 它相当于小一点 明白没有 是吧 你依赖了jcory 那么就用这个啊 如果你页面没引jcory 那么就用这个 这个清楚吧 用了如果引了jcory就用下面这个啊 没引jcory就用这个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文件是吧 一个是这个是 这是依赖jcory的 它相当于来说说小一点是吧 看它的容量啊 看它的容量 它的容量大概是85kb是吧 好 这个不依赖jcory的 这个是什么呢 94kb是吧 稍微小了什么 小了大概什么 10kb吧 大概10kb啊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jcory啊 这个js库需要放在这里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用这个东西的话 还需要有一个文件 就是它的什么呢 这个css文件也需要啊 需要它的css文件啊 它有一个swap.min.css 啊 那么用这两个文件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了啊 好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就是用到哪里呢 我们前面 比如说 前面我们做了一个效果吧 比如说这个移动端的 这个页面的效果是吧 啊 这个效果今天也发给大家了啊 这个页面 好 我们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什么地方 就还还没完成是吧 有个地方没完成 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幻灯片吧 这个移动端的幻灯片 我们是不是还没做啊 这个幻灯片效果是吧 其他效果应该没什么 就这个幻灯片效果 我们还没做啊 然后的话 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效果是吧 好 做这个效果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那个什么 那个库来做啊 用那个swip点GS那个库来做啊 好 来看一下那个库怎么来 帮我们很快的实现这个效果啊 很快实现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怎么用它呢 是吧 那么这个文件发给大家了啊 首先的话 我们把GS考过来 是吧 把那个GS考过来 那么需要哪个GS呢 需要这个swip点什么呢 这个 这个是吧 那么我们干脆也依赖JQuery 是吧 那么我们把JQuery和这个一起拿过去 是吧 一起拿过去 比如说这个是JQuery吧 然后这个就是依赖JQuery的是Wive 是吧 把它一起考过去 是吧 一起考过去 放到我的这个什么呢 放到我的这个GS文件夹里面来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大家还记得这个GS是干嘛的 这个GS 是设置那个REM的吧 是吧 是设置那个REM用的 是吧 这个还要 是吧 我们用REM布局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这个GS啊 好 这两个考过来 是吧 然后的话 把CSS也考过来 这个CSS是吧 把它考过来 复制一下 然后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然后粘贴一下 是吧 好 粘贴完之后 然后怎么用它呢 那么这么用 是吧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是吧 打开它啊 把它 把它复制过去吧 复制到这个 复制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粘贴一下啊 到我这个里面来啊 到我这个里面来之后 然后我要干嘛呢 就是把它打开是吧 打开之后 首先的话 这是我的那个移动单的页面吧 好 我把它引进来啊 先引CSS啊 引CSS的话 怎么引呢 大家记得啊 这个CSS要放到这个 Main.CSS的上面 不要放到它的下面 为什么呢 我们等会要用 Main.CSS 给它做一个自定义 下面的样式会 复盖上面的样式 所以说 放到这个 Main.CSS上面 那记得啊 那么把这个 link点什么呢 然后是CSS里面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swap.min.CSS 是吧 引进来了吧 接着把什么呢 再把它CS引进来啊 先引JQuery 是吧 好 这个JQuery的话 也引到这个下面啊 引到这个 好 这个引用资源是有顺序的啊 因为资源是足够加载的嘛 是吧 先引的先加载 后引的后加载啊 先引JQuery是吧 引完JQuery之后 然后再引哪一个呢 再引这个 这个JS里面的 swap.jQuery.mini.js吧 好 引进来了啊 好 引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是吧 我们怎么做啊 好 接着的话 让我们找到这个什么地方呢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幻灯片的地方啊 这个幻灯片实际在这里吧 上次我们就做了一个图片 换在这里是吧 做了一个图片换在这里啊 好 那么怎么做呢 好 这个是那个幻灯片外面的那个大的DIV 那个容器吧 明白没有 那个容器的话 不要动啊 先不要动啊 我们动里面的东西啊 动里面的东西 好 动里面什么东西呢 是吧 好 把我们的这个 它的这个引用的 把它代码直接拿过来啊 先直接拿过来 大家用上啊 好 这个代码在哪里呢 在这里 是吧 那它怎么用呢 这么用 是吧 这么用啊 这一段代码就是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幻灯片的代码啊 你不要动它了 就把它烤过来就行了 把它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拿过来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直接烤过来 烤过来之后干嘛呢 这个地方我们呢 大概的说一下啊 这个是它的这个什么呢 幻灯片的一个容器 然后这三个就是它的什么呢 幻灯片 是吧 它名的幻灯片啊 它这里面幻灯片里面 这里面是文字吧 看一下 是不是文字啊 是文字啊 我把它换成我这个图片就行了 比如说我的三个图片都一样啊 好 把它文字换成图片 把它放到这里来 把它跟文字替换掉啊 这个放一个是吧 好 这个放一个 这个放一个啊 这个放一个啊 这个放一个是吧 好 放一个之后 然后的话 这个结构就写好了啊 结构就就完成了啊 好 那么如果说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图片上有链接 那么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图片上加A标签是吧 也可以这么做啊 比如说这里面是一个链接 是吧 也可以这么写是吧 也可以这么写啊 好 好 这个是这个 这个结构就写好了是吧 结构写好之后 那么我们还要写什么呢 写这个什么 写它的GS啊 它的GS怎么写呢 我们来写一下啊 好 这里面再写一个 Squip标签吧 好 然后的话怎么呢 我们 在上面写DS 怎么样 操作下面呢 还得写一个ready吧 ready肯定要写的啊 好 写一个ready dollar怎么呢 fungation吧 fungation啊 fungation dollar function啊 然后的话 里面怎么写呢 里面这么写啊 那么这里面有它的代码啊 它固定的写法是吧 好 那么我们先用吧 先把它直接拿过去吧 这里面一堆东西啊 好 把这个代码烤过去啊 先烤过去用着啊 好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放到这里来啊 放到这里来 放这里来啊 好 我们一会解释一下 这代码是干嘛的啊 好 放这来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了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不是放好了是吧 放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了啊 好 来把它跑一下 这个页面啊 好 这个页面应该是 基本上都可以了啊 看一下啊 行不行 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扩号 扩号 少了一个扩号是吧 少了一个大扩号和一个小扩号是吧 大扩号小扩号 好 好 这样子是吧 少了这个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现在这个就基本上就做好了啊 已经做好了 再看一下啊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是吧 已经做好了啊 好 这个 这三个图片是一样的啊 看一下啊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啊 是吧 这没问题了啊 已经没问题了 比如说点点这里面的点啊 看一下我这个用鼠标这个滑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在 实际上是相当于是要手指在滑是吧 是不是手指在滑啊 啊 好 这个是点它的向下的箭头是吧 向上的箭头是吧 向左箭头和向右箭头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啊 好 这个过程